中国成功突破美国封锁。与俄罗斯联合,多国申请加入,美国极了。 空间站是太空科学家们的实验室,相较于载人飞船只能在太空待几天,在空间站能待的时间长达一个月。 今年8月29日,因为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小洞事件,引发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互相猜疑。 由于国际空间站以美国为主导,美国动不动就给俄罗斯找麻烦。 俄罗斯一气之下决定找中国合作空间站项目。这下,估计美国就坐不住了。 赞助商链接 国际空间站即将到期报废,美国曾拒绝中国加入。 此地无银300辆,俄罗斯找来中国一起合作开发空间站,可不只是受了美国的气那么简单。 当前的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简称ISS,始于1998年,在最初的时候。 命名就是国际空间站。 在工作了将近20年后,已经接近寿正中寝,预计最晚将于2024年报废并坠入南太平洋海域。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国2011年发射的天宫一号,就是中国在建的空间站的一个测试,今年即将返回地球。 在最初孵化ISS计划的时候,美国拒绝了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的合作计划。 不争馒头争口气,愤慨之下,中国下定决心,我们自己研发。 如今,中国空间站的建设正在按部就班的发展当中,核心舱目前正处于紧张的测试。 预计今年将会升空,而整个空间站建造完成的时间会在2020年左右。 赞助商链接 中国空间站将成人类上太空的唯一落脚点,各国或将申请使用。 一旦目前的国际空间站爆废,中国的空间站就会替代其成为人类飞上太空的唯一落脚点。 此前,俄罗斯宣布不再独立研发空间站,而是并入中国的空间站技术。 同时还把自己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并入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 霸气的俄罗斯更是直接把事情挑明了说,其联盟号宇宙飞船也将用于中国空间站。 并且拒绝西方国家使用,更明确表示不会再让美国使用其火箭技术。 自从2010年初, 美国太空梭全部退役, 俄罗斯的火箭和飞船技术就一直负责国际空间站的物资和人员输送。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实力重新再造飞船, 只是这样一来,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这样一来, 这么多年就只能看俄罗斯的脸色。 目前,俄罗斯正在和中国就太空探索领域的合作展开谈判, 包括各种太空实验和探索, 也包括登月计划。 俄罗斯也欢迎中国的太空人进入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 赞助商链接。 需要指出的是, 空间站一旦正式工作是不会允许别国加入的, 没有能力建空间站的国家只能通过缴纳高额费用寻求与中国共用, 预计2020年之前, 各国都会来寻求加入。 中国的空间站计划 美国方面, 此前曾发布对华禁令来限制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航空合作。 中国是否会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最终还要看美国的态度。 空间站是太空科学家们的实验室, 相较于载人飞船只能在太空待几天, 在空间站能待的时间长达一个月。 今年8月29日, 因为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小洞事件, 引发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互相猜疑。 由于国际空间站以美国为主导, 美国动不动就给俄罗斯找麻烦。 俄罗斯一气之下决定找中国合作空间站项目。 这下, 估计美国就坐不住了。 赞助商链接国际空间站即将到期报废, 美国曾拒绝中国加入。 此地无银300辆, 俄罗斯找来中国一起合作开发空间站, 可不止是受了美国的气那么简单。 当前的国际空间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简称ISS, 始于1998年, 在最初的时候。 命名就是国际空间站。 在工作了将近20年后, 已经接近寿正中寝, 预计最晚将于2024年报废并坠入南太平洋海域。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国2011年发射的天宫一号, 就是中国在建的空间站的一个测试, 今年即将返回地球。 在最初孵化ISS计划的时候, 美国拒绝了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的合作计划。 不争满头争口气, 分开之下, 中国下定决心, 我们自己研发。 如今, 中国空间站的建设正在按部就班的发展当中, 核心舱目前正处于紧张的测试。 预计今年将会升空, 而整个空间站建造完成的时间会在2020年左右。 赞助商链接 中国空间站将成人类上太空的唯一落脚点, 各国拓将申请使用。 一旦目前的国际空间站爆废, 中国的空间站就会替代其成为人类飞上太空的唯一落脚点。 此前, 俄罗斯宣布不再独立研发空间站, 而是并入中国的空间站技术。 同时还把自己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并入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 霸气的俄罗斯更是直接把事情挑明了说, 其联盟号宇宙飞船也将用于中国空间站, 并且拒绝西方国家使用, 更明确表示不会再让美国使用其火箭技术。 自从2010年初, 美国太空梭全部退役, 俄罗斯的火箭和飞船技术就一直负责国际空间站的物资和人员输送。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实力重新再造飞船, 只是这样一来, 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这样一来, 这么多年就只能看俄罗斯的脸色。 目前, 俄罗斯正在和中国就太空探索领域的合作展开谈判。 包括各种太空实验和探索, 也包括登月计划。 俄罗斯也欢迎中国的太空人进入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 赞助商链接。 需要指出的是, 空间站一旦正式工作是不会允许别国加入的, 没有能力建空间站的国家只能通过缴纳高额费用 寻求与中国共用, 预计2020年之前, 各国都会来寻求加入。 中国的空间站计划。 美国方面, 此前曾发布对华禁令来限制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航空合作。 中国是否会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最终还要看美国的态度。 空间站是太空科学家们的实验室, 相较于载人飞船只能在太空待几天, 在空间站能待的时间长达一个月。 今年8月29日, 因为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小洞事件, 引发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互相猜疑。 由于国际空间站以美国为主导, 美国动不动就给俄罗斯找麻烦。 俄罗斯一气之下决定找中国合作空间站项目。 这下, 估计美国就坐不住了。 赞助商链接国际空间站即将到期报废, 美国曾拒绝中国加入。 此地无银300辆, 俄罗斯找来中国一起合作开发空间站, 可不只是受了美国的气那么简单。 当前的国际空间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简称ISS, 始于1998年, 在最初的时候。 命名就是国际空间站。 在工作了将近20年后, 已经接近寿正中寝, 预计最晚将于2024年报废并坠入南太平洋海域。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国2011年发射的天宫一号, 就是中国在建的空间站的一个测试, 今年即将返回地球。 在最初孵化ISS计划的时候, 美国拒绝了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的合作计划。 不争满头争口气, 分开之下, 中国下定决心, 我们自己研发。 如今, 中国空间站的建设正在按部就班的发展当中, 核心舱目前正处于紧张的测试。 预计今年将会升空, 而整个空间站建造完成的时间会在2020年左右。 赞助商链接。 中国空间站将成人类上太空的唯一落脚点, 各国或将申请使用。 一旦目前的国际空间站报废, 中国的空间站就会替代其成为人类飞上太空的唯一落脚点。 此前, 俄罗斯宣布不再独立研发空间站, 而是并入中国的空间站技术。 同时还把自己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并入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 德俄罗斯更是直接把事情挑明了说, 其联盟号宇宙飞船也将用于中国空间站, 并且拒绝西方国家使用, 更明确表示不会再让美国使用其火箭技术。 自从2010年初, 美国太空梭全部退役, 俄罗斯的火箭和飞船技术就一直负责国际空间站的物资和人员输送。 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实力重新再造飞船, 只是这样一来, 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这样一来, 这么多年就只能看俄罗斯的脸色。 目前, 俄罗斯正在和中国就太空探索领域的合作展开谈判, 包括各种太空实验和探索, 也包括登月计划。 俄罗斯也欢迎中国的太空人进入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部分。 赞助商链接。 需要指出的是, 空间站一旦正式工作是不会允许别国加入的, 没有能力建空间站。 中国的国家只能通过缴纳高额费用寻求与中国共用, 预计2020年之前, 各国都会来寻求加入。 中国的空间站计划。 美国方面, 此前曾发布对华禁令来限制中国 与其他国家进行航空合作。 中国是否会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最终还要看美国的态度。